风向舞蹈团带来精彩的演出 由基隆市政府和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主办的第63届全国科展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400多件作品 进入全国科展竞赛角逐 现场揭晓获奖名单 听到得奖的那一刻 各校师生都很开心 第二名 080-205 基隆市七堵国小 我们是在做百香柿子 用百香果皮之夜制成酸碱柿子 那在得奖的之后 我想要先感谢评审 肯定了我们的努力 然后还有我们团队真的很努力 然后还有老师也有帮我们 收集许多的资源 然后带动我们团队 也启蒙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兴趣 班长典礼现场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现场的贵宾致辞 勉励恭喜参赛学子 也感谢各单位协助 让基隆承办全国科展圆满顺利 在座都是很棒的基隆的小朋友 你们是全台湾的希望跟骄傲 因为你们代表你们的学校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不管今天得奖者是谁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 很开心这次活动可以让基隆办 那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办好这一次活动 再次谢谢大家 希望这个活动是一棒接一棒延续着 基隆有不缺席的地方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再次谢谢各位 也欢迎大家 忘了说一个很重要的 谢谢所有赞助的企业伙伴们 其中有我的好朋友 丑友的唐秋凌在里面 谢谢你们 在所有的比赛其实都只是一时的 当中我们的收获才是一辈子的 这个过程也希望同学 在今天的颁奖之后 胜不交败不奶 持续拥抱你的选择你的所爱 不要放弃所有的一个希望 能够努力继续学习 那评审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广幻的 去探究不同方向的问题 要不然如果我们都是延伸以前的议题 那么就比较难有沐浴心的发现 那另外呢 对于实验设计 如果是自己制作的模型 那一定要事先先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做稳定度的分析 做敏感度的分析 这样的话对于你用应用自己 发展的测试模型 来做研究的时候才知道 它可能的不确定性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推了一个计划 叫科展杂根计划 也就是说所有学校的话 都希望做科展的学生 他都有老师可以指导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未来 这个计划可以更加的延伸到各个学校去 因为现在大概六个县市的 相随上比较偏乡的县市 有这个机会去培训 那我们希望未来所有的县市都有这个机会 让真正每个学生有这个 对科学有兴趣的 可以让他适性发展 基隆今年有12件国中小作品 参加全国科展 共有5件获奖 七土国小荣获国小组化学科第二名 还有信义国小 八斗国小 信义国中 中正国中 分别荣获各科的佳作与探究精神奖 透过探索科学的历程 开启学子对于科学研究的热情与潜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淑平